老师娘 看这么大的项目 你可马上就要迟到了 你怎么回事啊 马上就到了 以前自个儿迟到的时候 可以等一会儿 哎呦 死死死你 我一样随便大学生了吧 同学啊 你没事 对 爸 什么 我有那么年轻吗 你爷爷 你没事吧 叫什么爷爷吗 你叫哥 刚才我是跟我们些粉丝啊 正在互动的 哎 可高兴 你说不行 就把药给删了 不过没事啊 哎 妹妹 要不你还给我那些粉丝 打个招呢 不让你 你 爷爷 哥 您没事就行了 我也热情先走了 拜拜 谢谢啊 妹妹 怎么才来呀 不是你自己说 这大客户对公司很重要吗 我路上遇到一个爷爷摔了一跤 就你好心 那是你爷爷啊 用得着你扔了个大客户去服 哎 说了你还不听了啊 您好 我们是林栋集团的 约了今天来见川总 你们就是林栋集团的啊 不好意思啊 川总特别交代过了 他不会见你们的 更不会跟你们合作 二位 请回吧 可以麻烦问一下为什么吗 还能为什么 你迟倒霉 哪个客户愿意等啊 我真倒霉 早知道就不该和你这黄猫丫头 合伙做生意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靠谱 还我 你你你你什么你啊 就你瞎好心 现在头子又黄了 不是二位 你们 如果是我的问题 我肯定会负责的 大友川总出来了 我会好好跟他道庆解释的 人都不愿意叫 我们还等个屁 要找你走 女士 麻烦你也请回吧 这样会影响我们工作的 不好意思啊 你还没走呢 小薇薇 爷爷 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见客户迟到了会儿 想等见到客户当面道个歉 哦 你迟到了一会儿 就让你在这儿 的这么久啊 依我看 你那个客户啊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这种人啊 不做生意也罢 走 哥带你去一家 贪锅 热火热 不用了不用了哥 我还得等客户呢 哦 你在这儿是 宝洁 这么晚了才下班啊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真的愿意在这儿 继续等待家 要不我去见一下 你那客户 我去跟他说一说 你哥我在这儿啊 还是用话语权地 真不用 真不用 喂 妈 怎么回事啊 东东 你小舅舅回来就闹着 要拆伙不运气做了 说什么你把他坑惨呢 要把公司东西都搬走 什么 我马上去公司 你那个哥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我真的要走啊 哦 哎 把这个拿上 下次啊 咱们一定要闲运好 一定要在一起吃油饭 好好 拜拜 船总 今天那个小姑娘 也是灵动集团 来拉投资的 哦